共國在給我們祈福的事實 都沒有說話 現在的狀況是 你怎麼樣子 你怎麼樣子去維... 今天祝日代表謝長廷 他可以因為自己有事 就拒絕出席外友會 為什麼謝長廷這麼大台 他到底是因為害怕... 就我所知的謝代表 他的膽子是很大 他在建議時期... 他都敢阻擋了 怎麼不敢來 我就在這裡等他我不敢來 我已經做過說明 就是說他行程排不開 他不敢嗎 還是他說部長我不敢 陳姨姓先派我不敢 你大概不太認識那個謝代表 你一直說他不大 那這個就是對他的錯誤認知 部長你已經上任了 好幾年了 我要恭喜你 你現在是外交部 歷任部長裡面排名第一名 到你 所有淡交國的數量 到你 真的已經到第一名 尼加爾瓜跟我們斷交這件事情 如果說真正要我負責的話 那我想 應該是說他的這個不民主的 這個政府 決定要跟中國 俄羅斯抱團取難的這個因素 我們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我想委員知道得非常清楚 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 對我們打壓的這些動作 是從來沒有斷過 包括我們跟那個立陶宛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個不是那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國都打壓成這一副德性 來 哪一個外交部長沒有面對到中國大陸打壓 來你告訴我哪一個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面對中國的打壓 來來來來 外交部的同仁都已經賣力了 你前面也有李大維部長啊 回來之後還要面對立法院的質疑 李大維做外交部長的時候 中共不打壓嗎 他斷兩個 那之前你說 黃志芳 他做外交部長的時候 不打壓嗎 他斷三個 陳塘山三個 簡約軍三個 你六個 你一個人就打掉他們兩三個 中國在把我們祈福的 其實都不說話 不是說不說話 怎麼也不說話 不過現在的狀況是 你怎麼樣子 你怎麼樣子去維持邦交的 你怎麼樣子去維持邦交的 你怎麼樣子去維持邦交的